土人跟三峽 我有做蔡英文 韓國瑜跟宋楚瑜 10月底做的這一波民調 那麼韓國瑜 這個小輸5.5 小輸5.5% 這個民調 我們是10月底做的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所以其實你的感受 因為我們剛剛講嘛 沒有 30.98 宋楚瑜是6.88 差不多真的5%左右 所以當你看到 自由時報寫出來說 他其實是輸到有三成 你敢相信 不可能 我要跟各位談一對 就是說賴清德所講過的一段話 賴清德講就是說 韓國瑜是這個 百年難得一遇的 這個政治奇才 這個朱立倫剛剛有講就是說 這一個 韓國瑜是非典型的打法 那麼去年在高雄的時候 韓國瑜的打法就是說 這個愛與暴容 他就不打陳哲男的過去 他如果角色異位 如果今天是這一個民進黨 要打這個陳哲男 我們角色互換 一定會打陳哲男的這個議題 因為是因為韓國瑜 他覺得就是說 不應該要打這一些 所以說我們看 這個去年的這個蘇貞昌 蘇貞昌他一直打什麼 打這個侯友宇 他打文化大學的這個校舍的暗示 一直打一直打 這個就是正確的 因為他輸 他輸 所以說一定要打贏的人 所以說贏的人 他是才首勢 這個侯友宇說反正我就贏 你就一直在打 我說這個我一直跑 那你一直追著我打 這個現在如果說這個 就10%要做的民調 贏了30% 為什麼還打韓國瑜 我們就說我們不要打 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在地方的選舉說說 贏的人通常他都是採首勢 輸的人通常都是採公勢 所以說我們現在為什麼說 整個這個 我們的政府的機構 全部都在打韓國瑜 你就贏這麼多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你為什麼還要理他 韓國瑜就輸三十八 你就說不要打 我們來吃飯 我們來吃飯 吃飯就好了 不需要再打他了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說 我們去年還有一個現象 去年我在我的選區裡面 那麼我們的議員的選舉 我們有這個候選人江宜貞 我們當初在看他的民調 他的民調都在11 或者是時候在這一個擺盪 我們就很緊張 做了三波民調 Banato 我們要提名的人全部都要全上 我們在土書上一提了5C 我們就在開會怎麼辦 要強力的來救這個江宜貞 結果你知道嗎 開出來他是第一高票 全台灣第二高票 全台灣第二高票 本來是1112名 本來是1112 真的 我手機裡面也有 我的民調本來 他們民進黨做我說我落選 真的喔 對 民進黨拿著一個民調 到處去跟國民黨說 你們不要幫他了 他會落選 所以說 選舉行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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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說就對了 我們看這個是我們五期必須要全上 因為我是蘇記長 我們在這一個跟侯友宜跟朱立 我們就在一起開會 怎麼辦蘇記長 那江宜貞要怎麼辦 我說那權力支持搶救他 我們都到處講 江宜貞一定要上 結果民調這個 結果票投出來 天啊 拿了4萬多票 所以說民調還是僅供參加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一個原則 就是說一般 在我們一般的 傳統的選戰的打法 一定是輸的人 民調輸的人 才是會打贏的人 贏的人通常都是才手勢 不管他 反正我們就不管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的蔡英文 為什麼一直要打韓國瑜 你在擔心什麼 你在害怕什麼 我們自己做的民調只輸5% 5%是隨時會翻盤 是 有點差很近3%左右的 誤差範圍了 所以議員剛剛這個講法 我覺得跟我們剛剛在講 陳問斌牧師的講法 其實就真的會比較像 地方上的看法 可能跟我們媒體的看法 不太一樣 尤其剛才議員也特別講到說 攻勢跟手勢 你如果是領先的話 你怎麼會去攻 最近看到蔡英文或民進黨 都在打韓國瑜 尤其這件事情也是 一開始他們以為撿到槍 撿到後來覺得 好像這個槍怪怪的 不太敢撿 現在立場也有點變了 現在是槍要拋了是不是 是 已經糖炸了 來看到這是所謂的共諜案 難道是一個鬧劇嗎 尤其最新的是澳美天空新聞台 他說情報單位高度懷疑 王立強的證詞 而且甚至說 他只能接觸到低階的工作 對澳洲的情報網 可以說是毫無貢獻 王立強可以說年齡過輕 26歲 提供的情資缺乏細節 大部分都是公眾所知的 問一下我們跑社會線的記者 友誼你怎麼看 一開始民進黨都說 這個早有所聞 卓鴻太說的早有所聞 現在是有人站出來講 現在他也改口 說我們還要再調查 還要再理解 也知道這個槍不好撿 現在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在這個時空 我們把所有東西 全部都拿出來了對不對 大家想像 說他名字是真的 那個假的 不是也鬧得亂七八糟 然後咱們行政院 我們蘇貞昌立唱的 查核中心 自己講 王立強這個是真的 是真名 王立強這是真名 而且這條新聞是假訊息 說王立強是假名 是化名的 是假訊息 我們國家認證的 現在可是還是 另外一個平行時空 還是有人在講 你看連化名 假名都搞不清楚 你看看這個東西 國民黨還要拗 明明就是匪諜 國民黨還要拗 韓國瑜還要拗 連王定宇不是到最後 還在掙扎 你看吧 連名字都沒搞清楚 可是這就是這種水準 你還有什麼辦法 最新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不是那個 向欣跟龔卿 不是第二次問出來了嗎 然後又有媒體在報導 比對 他說根據王立強的說指 一次還有拜訪過十個人 而這十個人 現在有還在選舉 有的是這一次國民黨的提名 有一個是北部的某某什麼 很有名的立委參選人 還有一個是中部已經 水利會曾經幫助過的 也選過什麼民意代表 我看這十個 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 很多人在研究 開始在說會不會是那個誰 可不可能是那個誰 然後開始又影射了 地方就開始傳 打比方 我說是林家園 他就開始 你知道嗎 那個第八個就是林家園 國民黨多看過 你看人拿錢我早就看出來了 林家園那個臉就小了 好像要拿共產的錢一樣 一個臉真相 然後開始地方就在傳 這種臉還有特徵就是 林家園聽都是燕營的搭檔 那個燕營我懷疑 他也分滿少 滿多的 應該也會噴到 也會噴到 隔壁是郵書會 他們早就小了就到了 整個開始了 你看聰不聰明 臺北安插兩個 彰化安插一個 高雄安插一個 全台灣十個就在那邊爆 剛好北中南東都有 遍地台花 可是澳洲都已經跟你講 就沒這個事 我們已經放棄了 因為這個很 都覺得可信度很低了 對 你剛剛念了這一整排 這是澳洲媒體 Sky News說的 他懷疑毫無貢獻 缺乏細節 澳洲已經跟你講 連我們都放棄了 你們為什麼那邊還在十個 那邊儀式選立委 那個儀式什麼 為什麼你們還那麼堅持 然後甚至澳洲第九電視台 自己還派人過來 因為他們覺得好像怪怪的了 這就是我們記者的本分 本性 就是說我們採訪照一條新聞 我們覺得有問號 自己都覺得怪 要不要實地再去查 因為他們得到的第一時間 是說韓國瑜拿人家的錢 然後選情會有影響 你看這一次 他們還真的派記者來 你看高軍軍 我們那個網紅 就派到了兩次 第九電視台 自己派記者來這邊 看一看到底有沒有共匪 他們自己當初寫共諜 斧鑿痕跡 連他們自己到現在 你看到澳洲第九電視台 有沒有播出任何的東西 查不到 目前他們也沒有辦法 有新的消息回公司 所以整個就是沒有的東西 還是有人再繼續做 你不覺得就是兩個平行世界 你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接下來會不會繼續燒 肯定 就像賭盤這種東西 民調有民調的說法 我相信俊哲他有他的說法 這邊又有這邊的說法 賭盤也是 我說實在賭盤 我可不可以講 回來講賭盤一下 大家以為賭盤就是 你5塊 你5萬 我10萬 大家滑下去 然後賭主頭 我是主頭說 那就一賠二 你卻不決定 這麼簡單 社會新聞跟你講不是 你知道賭盤 你要去做開一個賭盤 不是我們自己花的尊都神 你知道那些主頭 大的那種 他甚至會請一個行業 你很少聽到的叫精算師 有聽過精算師嗎 精算師很難考 精算師的 主頭的精算師 我想說俗未應該知道 你如果是財經專家背景 我曾經想要考過 很難 我想那個月薪水可以到 有的快到100萬 7 80萬 為什麼 他在做什麼的 他就是用理財商品 我要去精算出來 這個保險 這個理財商品會不會賠 會不會賺 整家公司就靠他們了 如果今天富邦銀行 提出這個東西 結果做那個老闆撩一塊塊 那個保兩塊賠10塊 完蛋就完蛋了 所以他的腦袋非常清楚 他的訊息來的要非常多 包括什麼 警察 包括民調 民調只差10個或15個消息 其中一個分析的原因 民調 警察的家戶查訪 甚至他們自己會派員 去做調查收集 然後在很多很多的資料 最後還有網路 最後在他們的專業的 精算師的專業裡面 算出一個賠率 為什麼 因為他老闆不能輸 開玩笑5億10億 他一算輸 我跟你講那個主頭一定走 所以去年韓國瑜 我看見台高雄市場 那些精算師很多 不知道有沒有在銷撥塊裡面 不知道怎麼了 示範他們好 害了好多主頭 但你看查證什麼事情 其實都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澳洲剛剛也講了 有媒體真的已經被發現 說好像也來到台灣 他們希望尋求一些事實 真相 其實不只一家 剛剛講的是Sky News 天空新聞台 就包括了澳洲美日電訊報 他們其實也都有 頭版抖大的標題 寫說這是不是一個 中國間諜鬧劇 賓哥直接用鬧劇了 他們現在是怎麼樣 還是已經覺得辦完案了 對不對 我必須說 這個案子本身就很可笑 因為當初一出來的時候 只要是稍微比較審慎一點的 歐美媒體 其實全部都是用比較質疑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都是用比較純疑的 就是這個人講的 到底是不是事實 目前都沒有辦法查證 包括BBC 包括CNN 這些都是這樣報導 只有我們台灣的一些 奇怪的媒體 馬上抓到了 怎麼樣 全部都來了 十個人收錢 對啊 只有台灣人這樣 只有台灣的媒體這樣做 因為這個通篇 王立強講的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每天電訊報一個人去查核 結果發現王立強講的 其實他為什麼沒有情報價值你知道 因為他講的東西報紙上都有寫 一個報紙上都有寫的人 我要你這個間諜幹什麼 其實他應該當名嘴你知道 我跟你講如果當名嘴 應該還滿好賺 而且我必須說 他們覺得他還滿厲害 就是他還滿博文強勁的 因為把台灣報紙寫的東西 都講出來 好厲害 滿厲害的 可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我覺得他可以來當名嘴 對 他其實他說真的 家園發大一下 我跟你講其實第一個 我過去 我上禮拜就講過 其實我現在一直在重生 如果蔡英文政府真的覺得 王立強真的是匪諜 而且真的我有重大情報 拜託你主動提供給他政治比戶 然後主動提供給他政治比戶之後 安排他來上大政治大報告 沒問題 來跟我們講一講 對不對 我們大家來聊一聊 剛剛他了解的 我也很想知道 一個能夠掌握60億資金 操縱整個情報網的這樣 這麼年輕的一個人 他到底是什麼運作 趕快會講什麼外星人 趕快會講 順便請他捲一請 順便請他捲一請 生鴻龍 然後龍捲風全部一起上 不可以去別台 別台也有類似節目 這叫中天吃到飽 就是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王立強這個東西 實在是太奇怪了 正常人都不會立刻下半段說 他就是真的 正常人應該會覺得他就是假的 可是為什麼會 還是有人硬要這樣操作 這個心態不是非常明顯 是